欢迎收听大安纪时 我是吕鹏 咱们今天来说说莱武724特大凶杀案 首先来说说莱武这个地方 比较复杂 我最早知道莱武是因为我大学室友当时的女朋友 是莱武人 我才知道山东有个莱武市 是地级市 但前两年呢 我从老家开车去南京的时候路过莱武 成了济南市的莱武区了 不过咱们今天说的这个案子呀 是发生在1988年 那时候莱武既不是地级市 也不是济南市莱武区 而是山东省泰安市莱武市 我就查询了一下相关的资料啊 1992年之前 莱武市是泰安市的县级市 1992年11月份 莱武由县级市升为了地级市 19年1月份又撤销了地级莱武市 设立了济南市莱武区 所以咱们这个案子的时候 那还是泰安市莱武市 88年7月24号 凌晨两点多 莱武张家湾镇张家湾村的村民 刘玉梅突然呐 被外边 一阵特别急促的狗叫声 就给吵醒了 醒了之后啊 隐隐约约的听见 有谁在那哀嚎 不停的喊着 娘啊 娘啊 仔细一听 哎 这是 曹丕兴家传出来的声音吧 这刘大姐 被这几声喊声 也给弄得清醒了 这脑子里边就想 哎呦 魏批兴去南方十几天了 家里边就他媳妇杨同贵 还有他儿子魏彭吉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呀 这彭吉为什么在那哭着喊娘呢 赶紧就起了床 喊上了邻居魏批兴 俩人来到了魏批兴家 北屋的窗户底下 他们家窗户底下呢 是用那白铁皮 做成的那种雨搭啊 或者是雨遮 哎 敲了半天 也没见屋里边有动静 魏批兴就急了 别真是出事了吧 找来了一根木头棍子 使劲的把那雨搭就给撬开了 刘玉梅呢 拿着手电筒 就往屋里边照 这一照 把俩人可吓坏了 就见杨同贵 头朝北脚朝南 躺在一片血泊里 下身啊 这裤子已经被解开了 双目紧闭 满脸是血 嘴里边呢 嗷嗷哇哇的 已经发不出来完整的声音了 于是俩人立刻报了警 没多长时间 警车就赶过来了 接到报案之后 市局局长李局 还有副局长黄局 吴局 带着刑警队的李队 等15名刑侦技术人员 来到这儿 先是张家窝派出所的所长 做了汇报 随后李局当机立断 第一 马上勘察现场 第二 警方要协助医院做好抢救受害人的工作 第三 要专门派出行动小组 深入群众开展广泛的调查走访 第四 要派人查找受害人丈夫曹丕兴的行踪 曹丕兴的家呀 在张家窝村东南角 顺着门口的小路 往东北走出去三百来米 就是一个塑料编织厂 这厂呢 是魏丕兴自己办的 叫来无事张家湾镇塑料编织厂 魏丕兴的房子 就他住的这房子 是他发家之后新盖的一处房子 哎呦 小院可别致了 院墙也高 大门楼是那种飞檐斗拱似的 五间大瓦房 看着就那么敞亮 这在八十年代来说 在农村啊 这就是一等一的豪宅 紧靠着东边院墙啊 是犬舍 就是狗窝 但是比狗窝讲究啊 专门搭了一小房子似的 还用玻璃钢瓦 搭成了一个简易的厨房 院子里边呢 用水泥把这地面都铺平了 这院里边啊 就跟花园似的 有月亮门 有影呗 有甲山 有花坛子 还种的竹子 种的松树 除此之外 院子里边还有一口井 直径六十公分 身呢 差不多是四米 这里边啊 养着那么几条鱼 未批星的妻子杨同贵的这被害现场 就是在东边两间北屋里边 进屋这么一看 屋子里边有个方桌 在方桌外边的水墨石的地板上 有一点五平米大小的一处梅花状血迹 在地上呢 还扔着杨同贵被害的时候 穿的泼根红色塑料拖鞋 还有几块带写的旧白布 这白布呢 就是谁家有人去世了 哎 随份子之后扯的那校布 刑侦技术人员 拿着摄像机 照相机 在那咔咔的拍着 可是在现场勘察来勘察去 不光没有明确的线索 反而脑子里边多了一连串的问号 这案子到底该怎么定性呢 是性侵杀人 情杀 但是据反映啊 这杨同贵平时作风很正派 再一个尽管裤子被解开了 但是却没有性行为的遗留物 现场的血迹也表明 它是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之下 被人用顿气杀害的 那么这就不是性侵杀人 不是性侵杀人 拔裤子干嘛呀 排除了性侵杀人之外 剩下的就是财杀仇杀呀 那会是屠材害命吗 他们家有钱的 但是家里边所有的橱柜 没有被翻动的迹象 八十年代末的时候 家里最值钱的几个物件 风扇 收音机 还有大彩电 都在原处放着呢 他们家呀 还有1700块钱的储蓄券 也在床头柜里 也没人拿 这值钱的不拿 他来干什么来了 那肯定不是屠材害命啊 那会是仇杀吗 但村民们说呀 这杨同贵 平时为人很忠厚 特别诚恳 乐于助人 跟乡亲们关系都特别好 那不是杨同贵的仇人 会是魏批星的仇人吗 但如果是魏批星的仇人干的 为什么魏批星的儿子魏彭吉 一点损伤都没有呢 更让人起疑的是 魏家呀 养着一条大狼狗 个大 体重得有八九十斤 特别的凶猛 平时啊 这杨同贵都会把这狗散放在院里边 看家护院嘛 但为什么被害当天晚上 把他给关到狗窝里边了呢 再者 魏家呢 大高墙 平常人很难进来 当然 有这个身形麻利的 或者用梯子的翻墙入院 也不是不可能 不过 把这魏家院墙四周围走了一遍 一寸一寸的看 根本就没有攀登踩踏的痕迹 那这歹徒怎么来的 直升机 降下来的 要不降落散 下来的 要不会穿墙树 会轻弓 他也不可能啊 情杀 仇杀 财杀 现在看着都不像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刑侦人员呢 依然在现场紧张的进行着勘察工作 这时候发现简易厨房的炉子跟前 有一堆鸡蛋壳 这些鸡蛋壳里边还遗留着蛋清呢 您各位家里边做饭都知道 时间要长了 这蛋清就干了 但是这里边的蛋清 还粘手呢 看着就很新鲜 把这些破碎的鸡蛋壳复原之后 一共呢 是14个鸡蛋 魏家呀 一共三个锅 两个是长期不用的 经常用的呢 是一个铝柱的圆底的双耳炒锅 在这锅里 有一碗新鲜的汤水 里边啊 还漂着一些蛋花呢 打眼这么一看 那这应该是做的鸡蛋汤 不过鸡蛋汤 用14个鸡蛋 那家伙蒸鸡蛋糕都够了呀 那这么多的鸡蛋壳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在魏批兴家厨房里边发现了14个鸡蛋壳 锅里边确实有剩的鸡蛋汤 但是熬一锅鸡蛋汤 那也用不了14个鸡蛋呢 此外啊 在屋子里的沙发边上还有一瓷碗 这碗里边还一流有鸡蛋汤呢 可是这碗上一点指纹也没有啊 这就更诡异了呀 那谁喝汤不得端碗呢 端碗必然留指纹呢 很明显这指纹是被人清理掉了呀 随后刑侦人员就把12岁的魏批击叫了过来 毕竟他是当事人呢 12岁也懂事了 他呢就跟警察说 23号晚饭 他是跟妈妈一起吃的 菜呢是辣椒炒鸡蛋啊 这一口我也喜欢吃 他呢见自己的妈妈一共打了俩鸡蛋 蛋壳就扔在炉子跟前 晚饭之后 全家人坐在家里边看电视剧 看完电视 妈妈锁上大门 跟魏彭吉 还有徐晓星一起到西北屋 拉上梁席在地板上睡的觉 因为天热了 这徐晓星呢八岁 是杨童贵妹妹的儿子 据魏彭吉说 这一段时间没有人来吃饭 不过魏彭吉 还是告诉了民警一个重要消息 他说呀 大门上的锁里外都能锁 一共的两把钥匙 妈妈和爸爸各一把 侦察员很快也查清楚了 他们晚上看的电视剧 是刘德华陈玉莲版的那神雕侠侣啊 市电视台23号播完神雕侠侣的时间 是10点50分 他们当时是看完了电视剧去睡觉的 也就是说 杨童贵被害的时间 应该是23号晚上10点50分 往后到24号凌晨2点来中 而这荷包蛋 是杨童贵被害时间之内做的 哎 这新的疑点又出来了 杨童贵原本是在西边北屋睡觉 哎 睡下之后为什么又来到东边北屋呢 案发之前的这鸡蛋 又是谁做的谁吃的呢 假如鸡蛋是杨童贵做的 做给谁吃的呀 他们吃了晚饭了呀 所以7月24号傍晚 李局就主持了这起案件的 第一次案情分析会 很快 大家的注意力都放到了受害人的丈夫 魏皮星身上 这魏皮星经过调查 43岁 13年前经过别人介绍 和杨童贵结婚的 结婚之后 具大伙反映夫妻感情还可以 生有一个儿子 也就是魏彭吉 可是1986年冬天之后 这夫妻俩的关系突然就不行了 就恶化了 甚至魏皮星好多次提出来要离婚 那为什么会这样 是因为有了第三者了 魏皮星不是办了一个厂子吗 这个工厂 有一女会计叫袁秀娟 这魏皮星和这女会计关系很暧昧 特别是案发之前差不多一个月 受害人杨童贵和袁秀娟 发生过两次大的冲突 导致袁秀娟在这厂子干不下去了 毕竟人杨童贵 这是老板娘啊 袁秀娟7月5号 被迫离开工厂 魏皮星案发前9天 也就是7月15号 带着汽车去上海垃圾器 而汽车的司机叫马登顺 据马登顺等人说呀 他们早回来了 魏皮星19号就离开上海了 说是去浙江省苍南县联系业务 这魏皮星到现在可一直没回来 现在所有的线索 所有的蛛丝马迹 看来都围绕着被害人杨童贵 被害人丈夫魏皮星 还有第三者袁秀娟所展开 办案人员经过缜密分析之后 认为第一 杨童贵的被害很可能和魏皮星 喜新宴就想离婚有关 第二 从对现场熟悉程度来看 作案人或者说是凶手 应该就在魏皮星杨童贵俩人的 至亲好友之中 也不排除是魏皮星本人亲自作案 因为这凶手对这个家无比的熟悉 专案指挥部决定兵分两路 一路由市局政委带领着两名老侦察员 赶到苍南去查询魏皮星的下落 另一路呢 由黄局吴局带领着 缩小这包围圈迅速排查 特别是要查魏皮星在来吴的行踪 25号凌晨 侦察人员截获了一份电报 这份电报表明魏皮星的确在江南 就在浙江 专案人员呢 还是在一条线索一条线索的分析 最终发现除了魏皮星有作案嫌疑之外 袁秀娟也有着重大嫌疑 经过调查 袁秀娟只有18岁 1986年初到魏皮星的这个工厂干活 不久之后就当了会计 成了魏皮星的新妇了 这袁秀娟呢 7月5号被魏皮星的长辈 租出了工厂 从他出工厂到魏皮星 去南方之前 曾经多次前往工厂 和魏皮星就那样呗 就气着咔嚓呗 尤其是7月14号晚上 也就是魏皮星 去上海的前一天 魏皮星亲自到了 人家挖村袁秀娟的家里边 和袁秀娟来了个春宵一刻 亲密接触啊 7月26号上午 袁秀娟被带进了专案指挥部 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政策攻心 向他不断的出示证据 袁秀娟交代了 交代了从87年春天开始 和魏皮星勾搭成千 数次与魏皮星孟庆辉 密谋杀害杨同贵 那这孟庆辉又是谁呢 这孟庆辉是魏皮星 这工厂的一个工作人员 案发当年19岁 袁秀娟呢 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杨同贵被害之前20来天 也就是这杨同贵和袁秀娟 发生第二次大的冲突的第二天 魏皮星亲自到银行 取了4000块钱现金 当着袁秀娟的面 交给了孟庆辉一千 让他找一个叫老七的人 立即杀掉杨同贵 这老七啊 是当地的一个老光柜 那剩下的3000块钱呢 交给袁秀娟保管 魏皮星这回去上海之前 专门到人家娃找这袁秀娟 除了是要那样子之外啊 还是为了交代一件事情 跟他交代说 事成之后 如果孟庆辉要钱的话 就把这3000交给孟庆辉 接下来就开始查这孟庆辉 孟庆辉呢 又叫孟庆宝 他呀 家住藕池村 距离张家娃村 也就三里地 他是87年五月份 到魏皮星的工厂干活的 因为聪明能干 挺机灵 挺圆滑 魏皮星挺赏识他 杨同贵呢 也挺信任的 等于你看 人这员工当的老板老板娘 都喜欢 24号早上 一开始啊 这孟庆辉听到一消息 说杨同贵没死 他着实的惊慌了一阵子 一度想逃跑 可是他在一想 都那样了 杨同贵还能活下来 还能说话 这是公安人员诈人的吧 这肯定是蒙事呢 经过反复权衡 他决定啊 先留下来 看看这动静再说 等魏皮星回来 再做打算 于是他以看厂的名义 住在了厂子里 当警方抓捕他的时候 赠量赠量的手铐子 给他戴上的时候 这孟庆辉后悔极了 哎呀 我怎么不跑啊 与此同时 咱们之前不提到了吗 这公安人员 截获了魏皮星的电报 这电报是从浙江苍南 发过来的 电报上说 会立即返回 公安人员一分析 他为什么会发这电报啊 就是因为他不知道 杨同贵死活 也不知道公安人员 已经掌握案情了 更不知道 同案人犯 已经被控制住了 很可能 这魏皮星是想回家 打探一下实情 所以电报上说 我立即返回 应该是真的 一方面呢 专案组正面接触 袁秀娟 另一方面 调集人马 在魏皮星 可能落脚的 13个地方 都布下了 天罗地网 就等着 这魏皮星回来了 这魏皮星 真的会返回来吴吗 能顺利的 将他抓获吗 上期节目 咱们说到 警方在13个魏皮星 可能落脚的地方 都布下了 天罗地网 就等这魏皮星 出现了 27号下午 魏皮星啊 大摇大摆 踏进自办工厂 刚一进大门 呼拉朝民警上去 可就把他控制住了 至此 魏皮星 孟庆辉 和袁秀娟 都落网了 这七二四 特大杀人案 终于 能够查个水落石出了 可是啊 根据现场情况来分析 杀害杨同贵的凶手 不是一个人 而这魏皮星和袁秀娟 都没有亲自到场 他们不是亲自作案的 那么除了孟庆辉之外 剩下那个老七 或者说那七叔 到底在哪呢 根据孟庆辉的交代 办案人员啊 在张家洼村南河崖的垃圾堆里 起货了作案时候穿的黑布警口单鞋 手套 还有沾有杨同贵血迹的旧布 但是杀人用的重要物证和凶器 并不在那 那这七叔到底在哪啊 这七叔到底有没有作案呢 孟庆辉这回说呀 其实杀人的是我自己 七叔啊没有参与 那是我用来蒙混魏皮星和袁秀娟的 就为了把钱呢 都挣在我自己手里 最终证实七叔果然没参与 但是作案人绝对不是孟庆辉一个人 还会有谁 警方对他进行了一轮又一轮审讯 七月二十八号下午 孟庆辉又一次被带进了审讯室 他呢就跟挤牙膏似的 不停的重复着之前 供述出来的那些内容 你问到关键问题吧 咄咄闪闪装疯卖傻的 可几个回合下来 他知道不能再瞒着了 所以终于交代出来了同案犯 不是七叔 而是他的本家兄弟叫孟庆强 这孟庆强只有十七岁 七月三十号下午 孟庆强被缉纳归案 同时刑警队 在欧池村孟庆强的家里 起获了杀害杨童贵的凶器 一根长三十公分 直径两公分的铁棍 孟庆辉作案时候穿的 沾有杨童贵血迹的 房铁路半袖白寡衫一件 也被找着了 还找到了孟庆强亲笔写的 杀害杨童贵的过程和计划书 你看 他们想着杀人 提前还写了一计划书 至此七二四杀人案 真相大败 原来啊 这魏匹星想杀了自己媳妇 再娶年轻的女孩子 这是早有打算的 魏匹星啊 年轻的时候能娶媳妇就不易 为什么说不易 个头不高 一米五出头 长得也不好看 所以到了那么大岁数 才跟杨童贵结婚啊 那时候杨童贵能看上他 就挺不容易的了 不过有了钱之后 这魏匹星 嘿 这色心色胆都出来了 这可是个喜欢玩弄女性 色欲熏心的人 早在认识袁秀娟之前呢 就跟多名妇女有不正当的两性关系 八六年 袁秀娟经人介绍 到魏匹星工厂干活的时候 他呢 就用各种手段呗 就是袁秀娟就犯了 俩人就骑着咔嚓了 随后把经济大权就交给了袁秀娟 他还在厂里边啊 找了一空屋子 用来金屋藏娇 接着就跟杨童贵提出离婚 但是家族的压力 社会的舆论 还有杨童贵坚决不离婚的态度 让他这离婚再娶的梦啊 可就真成了梦了 实现不了了 这时候他决定杀妻再婚 1987年 这魏匹星和孟庆辉 袁秀娟 就密谋着 由这魏匹星出一千块钱 让孟庆辉故杀手 杀掉杨童贵 魏匹星还亲自制定了谋杀方案 在这之后 因为种种原因吧 始终就没有办法实施谋杀 88年7月3号 7月4号 杨童贵又到工厂里边 和袁秀娟闹了两回 最后袁秀娟 被魏匹星的长辈 逐出了工厂 这一下子 更坚定了魏匹星 要杀掉杨童贵的决心 在那次闹完之后 第二天下午 魏匹星到银行 取了4000块钱现金 崔孟庆辉赶紧杀人 为了回避作案时间 魏匹星找了个借口 离开了张家娃 把家里的钥匙交给了孟庆辉 在出发之前 这不就去找那 袁秀娟密谋去了吗 又发生了关系了吗 之前这事咱们说过了 对于魏匹星 袁秀娟和孟庆辉的这密谋 杨童贵始终被蒙在鼓里 他心里边啊 恨袁秀娟恨的都不行了 咱之前也提过 不光是魏匹星信任孟庆辉 杨童贵也信任孟庆辉 他甚至还跟孟庆辉说过 你帮我把袁秀娟揍一顿 让他不敢再跟魏匹星鬼混了 我给你钱 孟庆辉一听 哎呀我这是香伯伯呀 你老公花钱 让我弄死你 你又花钱 让我去收拾袁秀娟 我这听谁的不听谁的呀 那谁给钱多听谁的呗 是吧 他呢 满口就答应下来了 魏匹星去了上海之后 孟庆辉啊还以此为借口 就以打袁秀娟为借口 来过杨童贵家几回呢 7月21号晚上 孟庆辉约着孟庆强 到了魏匹星家 还骗杨童贵呢 贵爷 袁秀娟到厂里来了 您现在跟我们一块去吧 本来呢 俩人是想在去厂子的路上除掉他 但因为路上碰着熟人了 没能下手 孟庆辉就把随身携带的铁棍 放在了魏家 约定好了隔天再过来 24号晚上 孟庆辉 孟庆强又来了 杨童贵呢 特地把狼狗圈了起来 还把大门反锁上了 随后呢 就问孟庆辉他们 你们吃饭了吗 没吃呢 于是在厨房 给他们弄了12个荷包蛋 杨童贵跟他俩说 你们吃饱了 好教训袁秀娟 但是不能打伤人家啊 孟庆辉跟孟庆强呢 吃完鸡蛋 各自用手套 把自己吃鸡蛋的那碗 擦得干干净净 杨童贵也没多想 你看人家多懂事啊 还知道把碗给擦干净了 孟庆辉这时候问杨童贵 贵爷 打袁秀娟的时候 他要诈呼怎么办呢 诈呼 你不会用手捂住他嘴啊 这时候孟庆辉 给孟庆强递了一个眼色 强子 你捂贵仪的嘴试试 说时吃那时快啊 孟庆辉抡起铁棍子 往杨童贵的脑袋那可就砸了过去 孟庆强随后掐住了杨童贵的脖子 杨童贵被打晕之后 俩人轮番用铁棍砸杨童贵的头部 确认杨童贵已经死了 孟庆辉解开了杨童贵的裤子的那个裤腰带 制造强奸杀人现场 然后用未劈腥的钥匙打开大门 迅速逃离 把凶器啊 其他的工具啊 都分别藏起来了 不过呀 他们以为把杨童贵砸死了 但是杨童贵被送到医院之后 前前后后抢救了三个月 终于从死神手里边 把杨童贵的性命给救了回来 但毕竟因为伤的太重了 落下了终身残疾 1989年7月29号 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在莱武召开公判大会 依法判处故意杀人犯 魏批星孟庆辉死刑 审判大会之后 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而孟庆强和袁秀娟 也分别得到了法律的严惩 行了 这个案子呀 咱们就说到这儿 更多内容下期节目再会 咱们今天呢 来说说黑龙江临殿交尸案 2018年5月7号 黑龙江省大庆市临殿县 东兴乡的村民张师傅 他呢 正在当地的一条公路边上啊 在那儿挖土施工呢 突然就看见不远的地方 有一土沟 这土沟里啊 有被烧焦的东西 一开始 以为是被烧死的动物什么呢 也没太当回事 但后来挖到附近的时候 走进了这么一看 哎呦 哪是动物啊 是一具被烧焦的人体 于是 这张师傅赶紧拨打电话报警了 接到报案之后 林殿县公安局的民警 立刻赶到了案发地点 民警到了之后啊 赶紧把现场就封锁起来了 立刻开始勘察工作 警方就发现在这具焦尸背后下方啊 有一个文凶的卡扣 根据卡扣就初步判断死者应该是一名女性 身高呢 比较矮 一米六左右 身材上来说是比较偏瘦的 当时这具尸体啊 头朝东南方向 脚呢 是朝东北方向 您各位想吧 头朝东南 脚朝东北 所以整个尸体是稍微有点弯曲的 是一个仰卧状态啊 上肢的俩拳头 是那种弯曲状的 就是卧成拳的 下肢呢 也稍微有点弯曲 发现尸体的这地方啊 很偏僻 周围啊 都是农田 平时很少有人经过这里 警方就分析啊 死者出现在这儿 是遭遇了意外情况啊 还是被人害死在这儿了呀 根据这尸体的状态 首先排除了死者自焚 或者是遭遇火灾的可能性 警方有过相应的经验呢 如果说啊 是被火烧死的 通常肢体动作会有一些扭曲 或者是环抱着的那种感觉 就感觉 在生前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承受了极大的痛苦 但是这个现场 死者是平躺在地上的 这就应该是焚尸现场 是人死了之后 才对尸体进行了焚烧 根据他穿的衣服的情况 就推断他里里外外是穿了很多层的 所以他遇害的时候 应该是在冬天 各位 咱们刚才说了 发现这具尸体是5月7号 对吧 天呢 已经转暖了 确认了死者的大致死亡时间之后 大家就有一个疑问呢 这么长时间了 这遗体为什么没有被发现呢 首先呢 是因为这个土沟 这沟呢 它比较深 警方啊 也做过侦察实验 正常人一眼是看不到沟底的 就特别深 第二点呢 作案时间是在冬天 当地冬天呢 有很多雪 也就是说 当时尸体很可能被雪给覆盖住了 那更看不出来了 第三点呢 这个地方很荒凉 在临殿县和义安县两个县的交界处 平时除了在这有农田的农民朋友之外 很少有人会过来 民警做出判断了 死者应该是死后被人进行了焚烧 那么到底他的死亡原因是什么呢 民警啊 提出来两种猜测 首先初步怀疑 这是青少年的尸体 因为当地农村有这么一个习俗啊 青少年的孩子夭折了 就还没成年子就死了 是不能入祖坟的 那就得找个偏僻的地方烧了就得了 不光是那儿 甚至连我们老家那块啊 也有这么一习俗 就是没结婚的不能入坟 有所不同的是 我们那边不会直接烧了就扔那儿了 而是会在另外一个地方 把它埋起来戳个小坟头啊 只是不能入祖坟 这是警方的第一个判断 青少年死了 第二种可能就是这起案子呀 是焚尸案件 并且抛尸的可能性非常大 经过进一步分析 很快死者很可能是未成年人 夭折的这种可能性就被排除掉了 因为法医呢 经过了细致的尸检 测量了他的持股联合 通过计算之后发现 死者是成年人年龄啊 得有三十五周岁左右了 而致命伤呢 是左孽顶部和右额部两处骨折 其中左孽顶部这处骨折比较严重 一处呢是空洞型的 另一处呢是直角阶梯型的 说白了就是脑袋被人给打漏了 打破了 警方怀疑这是硬物击打所导致的 根据尸检的情况 现在已经能够判断出来 这是一起命案了 而且这个土沟里边是第二现场 通过对尸体周围的现场勘察来看 尸体啊没有被拖拽过的痕迹 所以警方怀疑 发现尸体的这个位置 就是当时焚尸的位置 这尸体被抛尸的时间比较长了 因为自然因素吧 毕竟好几个月的时间了 一些痕迹物证啊都已经没有了 民警首要任务是什么呀 嗨您各位估计早猜出来了 确定尸园呢 确定死者身份呢 但死者已经被严重烧毁了 容貌根本看不出来了 那么查找尸园又异常关键呢 查不到尸园 你就没办法查他的社会关系 那么你就没有办法锁定谁是嫌疑人呢 为了尽快查清死者身份 民警呢 兵分两路 一路民警对附近的村庄进行走访 问问有没有知情者 另一路民警呢 对辖区2017年下半年到2018年5月份的失踪人口 来进行一个摸牌 主要调查对象啊 就是30岁到40岁之间的 失踪半年的 没有和家人联系过的女性 在调查过程之中 很快就发现两名失踪女性的信息 其中有一个是因为跟家里边有矛盾 离家出走了 去外地打工去了 因为跟家里有矛盾呢 所以就也没联系 警方啊 后期啊 经过深入的调查 找到这人了 这人呢 人活得好好的呢 啊 就是跟家里置气呢 还有另外一个呀 失踪的啊 家人找不着的 是因为交了男朋友了 现在网络发达呀 对吧 微信呢 抠抠啊 啊 包括咱们之前讲案子里边的默默啊 好些个女孩子经不起外界诱惑 这个人呢 就跟别人走了 到外地一起生活了 也没跟家里联系 哎 等于这俩人都不是死者 案件到这儿 可就陷入僵局了 那民警接下来又把关注点放在了现场发现的物品和尸体本身上 警方发现有两处大概十厘米左右的衣物残片 在上身后背下边啊 有那衣物残片就这火没烧到那 残片呢 有三层 外层是一件棉服 中层是一件毛衣 那层是文胸的一个残片 在后枕部 也就后脑勺这一块啊 有一个毛发残存 对他进行剽洗之后 发现这头发是黑色的头发 但是染黄了 衣服的材质呢 是比较劣质的 所以这不是高档的衣服啊 应该是性价比挺高 挺便宜的衣服 再结合死者身上的衣物 民警就分析 死者应该是从事流动性比较强的这种工作 跟家里联系比较少 所以这才导致人已经死半年了 家里也没报失踪 民警呢 就把目标转向了人员流动性比较强的餐饮娱乐场所 但是这一番走访下来 也没有摸排出来什么有效线索 警方呢 就赶紧再次召开案情分析会 大伙 合计合计 讨论讨论到底怎么回事啊 有民警说了 嫌疑人呐 这毁尸灭迹 很明显是担心咱们通过被害人的社会关系排查出来他 所以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是受害人的熟人啊 甚至可能是亲友 尽快确定他的身份 是侦破这个案件的关键一环 是啊 可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了 这案子侦破到这儿 最关键的是得查出来死者是谁呀 接下来这警方该怎么办呢 民警决定 重新回到案发现场 再次仔细勘查 希望能找到证明死者身份的物品 警方呢 就把尸体下边的这土 包括周边的土啊 进行了一个比较浅的 比较细致的翻找 就发现了一些白色塑料 这些白色塑料看上去啊 像是那种桶的桶底的那种白色塑料孔 警方根据这些塑料块来分析 这应该是一个装液体的容器 很可能是装柴油的柴油桶 与此同时 现场还找到了很多金属物品 有一些呀 是像女士挂包上的那些金属小装饰 还有一个金属的圆环 应该是拉链的那种拉头 除此之外 在对现场进行翻找过程之中 没找到其他线索了 警方呢 除了对尸体周围进行了勘察 对外围啊 也进行了搜索 从尸体往东 差不多一百多米 有一个路口 整个在这路口周围 也都找了 可以说是地毯式的搜索了 地毯式的勘察了 都没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法医啊 对死者穿的那衣服的残片 也进行了一个细致的检查 在这棉服最外层 有一张纸片是被烧损的 但是没完全烧掉啊 这个纸片 为案件的侦破工作 可带来转机了 是什么纸片呢 其实是张名片 各位想名片就那么大一点啊 烧毁了四分之三左右 剩下了有个四分之一左右 但是还别说 剩下的都是关键信息 剩下这四分之一 有人名 有电话号码 警方对这个名片进行了一些技术处理 最后显示出来 这应该是一张出租车联系卡 那么这张名片的主人是谁呀 跟死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赶紧吧 查吧 这一查了解到 名片上这人呢 是一跑黑车的师傅 家里边呢 四口人 夫妻这是两口子 媳妇呢 有点残疾 除了两口子之外 还有俩孩子 这个司机师傅啊 叫刘树 是奇奇哈尔 伊安县人 就是跑黑车为生的 主要呢 就是拉些短途的活 常年是在伊安县周边活动 这刘树就说 他呢 在拉乘客的时候啊 会发名片 就希望能有回头客呗 下回再出去 再要打车的时候 就联系我 因为天天接的客人太多了 他也没法确定死者是谁呀 但可以肯定的是 死者生前一定联系过刘树 并且坐过刘树的车 警方呢 就到通信部门 把刘树的通话记录 给调出来了 分门别类的 分出来 哪是乘客的电话 哪是亲属的电话 哪是不太联系的啊 或者是一些陌生人的电话 在对刘树 近一年的通话记录 进行整理的时候啊 有一个号码 就引起民警注意了 因为这个电话机主 现在失联了 警方也联系不上这个号码 一直是关机状态 然后民警就问刘树啊 这号码你认识吗 他说 我认识啊 就住我家附近呢 是一女的 我呢 算是比较了解他吧 这人离婚了 离婚以后啊 就走了 离开本地挺长时间了 跟谁都联系不上了 经过调查 这个机主 叫段丽 三十五岁 就是齐齐哈尔市 一安县人 离婚以后呢 跟父母生活在一块 民警随后 就联系到了段丽的家人 段丽的妹妹就说呀 我姐呀 在一月二十九号的时候 给家里发了一短信 然后就失去联系了 说的是呢 出去打工了 让家里人别惦记他 所以这家里人呢 心也大 还真就没惦记 警方通过各种方法 就发现啊 这段丽 从一月二十九号之后 就没有任何信息了 警方呢 立刻对段丽的家人 进行了DNA的提取检验 最终确定死者 就是段丽 段丽家里人说呀 段丽呢 离婚了 但常年在外打工 不怎么跟家里联系啊 所以说家人就一直认为 肯定还是跟平时一样 又出去打工去了呗 因为平时很少联系 所以这几个月没联系 家人也没感觉如何 家人就没太在意 虽然死者身份确定了 但是死者为什么会死 凶手是谁 这些谜题还没解开呢 段丽是伊安县人 尸体是在林殿县被发现的 段丽为什么会来到林殿呢 民警啊 就对段丽在1月29号之后的行动轨迹 展开了调查 首先怀疑的对象就是黑车司机刘树 段丽就住在刘树附近 但是民警在最初调查过程之中 刘树说一点印象也没有 到后来已经精确到具体到哪个电话号码了 刘树才说这人他认识 而在对刘树进一步调查之中 发现刘树还有个不良嗜好 是什么呢 酗酒 而且刘树一家四口啊 只有他一个人挣钱养家 所以生活上是比较紧张的 那会不会刘树是酒醉之后建财起义呢 因为他跑黑车呀 他跟这段丽家住的又不远呢 那有没有可能对段丽之根之底 就是为了涂财或者涂色才杀了段丽呢 可是经过一番调查 并没有找到刘树作案的可靠证据 民警啊 根据他平时开黑车的行驶轨迹 也做了一些研判 没什么反常的表现 但是现在还不能排除他的嫌疑 一方面呢 继续调查刘树 案发前后的具体行踪 一方面呢 围绕着段丽的社会关系 又进行了调查 据段丽的妹妹说 段丽原本家庭生活挺幸福 但是啊 这段丽呢 属于特别争强好胜的啊 不太甘心这种平平淡淡的小日子 经常跟丈夫发生争吵 最终一来二去的日子过不下去了 也就离了婚了 离婚以后 段丽跟家人的关系也不好 特别不融洽 警方呢 从段丽家人这了解到一些情况之后 又去找熟悉段丽的一些乡里乡亲的啊 一些亲友们了解了解吧 大伙就说呀 这段丽啊 生活作风上可能有点问题 她跟好些个男人可能都有不正当的关系 段丽的妹妹 后来听到民警询问她有关这方面的内容 然后她的妹妹也说 因为姐姐呀 确实有一些风言风语的事 这段婚姻呢 也挺失败的 导致段丽的前夫 对段丽一直是很有怨言的 警方就怀疑 有没有可能是情杀呢 那么她的丈夫 有没有作案的嫌疑呢 段丽的前夫叫李维 民警对李维进行了调查 李维说呀 他们是17年6月份离婚的 离婚之前就因为段丽和别的男人 有了那样的关系 导致李维天天听到好些个流言蜚语 离婚以后 李维就感觉在老家也没脸活下去了 就离开了奇奇哈尔 去别的地方重新开始生活了 因为死者段丽离开家的时间是1月29号 警方当时就分析 他遇害的时间应该就在这三两天范围之内 那么这李维果真是杀害段丽的凶手吗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这段丽失踪的时间是1月29号 那么警方就推断 他遇害的时间应该就在那三两天范围之内 不太可能是隔了很长时间之后才遇害的 但经过调查 在这一段时间 李维没有作案时间 所以李维的嫌疑暂时也被排除掉了 民警呢 查了段丽所有的通话记录 主要是查他1月29号都跟谁进行了联系 其中有一个联系人叫赵德 这赵德从1月29号之后就跟家里不怎么联系了 而且常年在外地打工 经过调查 这赵德也是一安县人 他在1月29号开着一辆黑色轿车 在临殿县东兴乡附近出现过 在东兴乡卡口那 有一张拍的特别清楚的赵德啊 驾驶车辆的照片 从这照片上看 就赵德一个人 之后啊 赵德又开车离开了临殿 通过锁定这辆车之后 警方呢 也研判了一下这辆车其他的行驶轨迹 赵德为什么深经半夜的出现在临殿呢 为什么停留时间不久 就又急急忙忙离开了呀 为了弄清楚真相 民警决定对他驾驶的车辆 进行一个逆向追踪 在调取加油站监控视频的时候 发现赵德把自己的车加满油以后 又装了一桶散装的柴油 而他装柴油的就是一白色塑料桶 看上去跟现场发现的那白色塑料块的材质很像 这样一来 赵德的作案嫌疑明显上升 于是警方认为赵德是重点的怀疑对象 赵德买柴油那加油站呢 是位于一安县的 在一安县和临殿县之间 距离发现断立尸体的那个东兴乡 那个土沟那有八十公里的距离 在加油站的监控里能看出来车里面只有赵德一个人 于是民警就继续对他驾驶的车辆逆向追踪 看他从哪来的 发现赵德这车在一安县境内的时候 这车上啊还有一女的呢 把断立的熟人叫过来认认吧 一看没错 这就是断立 所以民警大致的就还原出了赵德在1月29号的行驶轨迹 那天晚上九点半左右 赵德开着一辆黑色轿车 出现在奇奇哈尔市一安县二中附近 在二中北侧的路边就停下来了 在监控里能看到断立就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 半个小时以后 俩人顺着一安县东环路 一路就向一安县城外的上游乡方向开了过去 出去之后啊就进入视频盲区了 监控摄像头就非常少了 一个小时以后 赵德开着车又出现在了上游乡附近的这处监控摄像头这 但这时候车上已经没有了断立了 最后赵德呢 开车到了一安县南门加油站给车加了油 又买了一桶散装的柴油 开着车往林殿方向就去了 晚上十一点半左右 车辆出现在了林殿县东兴乡辖口 然后进入了视频盲区 四十分钟之后 又出现在这个卡口这 往奇奇哈尔一安县方向就开走了 所以综合这些信息来看 赵德在1月29号见过断立 而在这以后断立就失踪了 莫名其妙就失踪了 而断立失去联系之后不久 赵德就离开一安县 到了外地打工去了 还把所有的联系方式都换了 找赵德家里人了解情况 家人就说呀 他是去外地打工去了 但是啊 他原来那号码不用了 现在我们也不知道 他的号码是多少 现在这赵德是越来越有嫌疑呀 民警决定从他驾驶的那辆黑色轿车上面 寻找线索 但一查这辆车呀 被转卖出去了 因为当时赵德说 自己要出去打工了 这辆车呢 不会经常用到了 就把这车给卖了 经过辗转多地 民警啊 在一个二手车贩子那儿 找到了赵德的那辆黑色轿车 把这辆车带回临殿县公安局进行仔细检查 通过技术部门就对这车上的后备箱座位进行了全方位的物证提取 在后备箱顶盖上发现了一点血迹 应该是击打的时候喷溅上去的 通过DNA化验 这轿车上发现的血迹正是断立的 民警一看 现在物证充分 应该对赵德立刻实施抓捕了 通过当时研判 这赵德应该是在辽宁营口的霸鱼圈 警方呢 就派出一组侦察人员对他落脚点进行调查 很顺利的就对他实施了抓捕 被捕之后 赵德呀 交代的挺痛快 他说 他以前呢 跟段丽是一个村的村民 他俩年轻的时候 就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俩人就经常一起睡 段丽离婚之后啊 就又找到了他 希望能跟他继续一起睡 再续前缘 但人赵德家庭很圆满 有孩子有妻子就拒绝段丽了 但段丽呢 也不放弃就一直纠缠着他 不行 我爱你啊 你就是我的 我要跟你在一起 案发前不久 段丽呢 又给赵德打电话 赵德没办法了 见一面吧 段丽就说了 赵德 我因为你才离婚的 我一个人 多不容易啊 你得对我进行经济上的补偿 你要是不给我钱 我就把咱俩的事公之于众 我发朋友圈 我通过各种方法 我不让你的日子好过了 赵德呢 本来想给他点经济补偿 做个了断就得了 所以啊 跟段丽谈过几回 意思就是说 是当时咱俩年轻的时候 是发生过那些不清不楚的事情 对吧 我少给你点 行吗 我这家里边有家有口 上有老下有小的 段丽不同意啊 不行 就是要跟赵德 要一笔很大的金额啊 赵德说 1月29号当天 段丽呢 就找到他了 又威胁他 说你要不给我钱 我就把咱俩的关系 告诉你媳妇 而且这回啊 张嘴一要 就是20万 赵德呢 就又主动跟他联系 说咱们出来见一面吧 开着车把段丽接上 在车上俩人呢 就聊这事 一直在那争论 赵德先把车 开到了伊安县上游乡建明村的一处树林子里边 俩人下车就接着谈这事 当时段丽一再对赵德进行言语刺激 意思就说怎么着呀 我就讹上你了 你还能弄死我还是怎么着呀 赵德听了这话之后 彻底失去理智了 从车后备箱里边拿出一个给车胎打气的那种大气管子 就打了段丽的后脑勺 还有肩膀 这么着 一下又一下把段丽就打死了 之后把段丽的尸体放进后备箱 一路开到了临殿县东兴乡附近 为什么上临殿呢 因为他以前来过 对这儿还比较熟悉 就想着到这儿把尸体给烧了 再去临殿的路上 在伊安县南门加油站买了柴油 到了这东兴乡附近 长时间的进行寻找看哪合适 最终找到公路边那土沟那 把这段丽的遗体就烧掉了 当时啊 其实赵德物色了好几个地方 但要么车多 要么不够偏僻 因为你要烧 那肯定有火呀 怕被人发现报警 他就想找个深坑 坑足够深 那么这火人们就看不见 一开始啊 确实刚一烧火光很大 赵德也怕怕烧不干净 怕烧一半被人发现了 所以呢 烧了这尸体之后 又在周边开车转了两圈 一直到火光慢慢降下来了 他又回到这看了看烧差不多了 这才开车离开了临殿 回到了伊安 作案以后呢 为避免段立家人怀疑 他就用段立手机给家人发消息 说我出去打工了 家里人别惦记我 在审讯过程之中 赵德把悲剧发生的原因 就归咎于段立的这种纠缠 可是说实话 赵赵德的说法 他俩是在十多年前发生过男女关系 那这段立真的能因为这点事就胁迫他吗 很明显赵德的说辞里边啊 也有不实之处 2019年2月28号 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依法对本案作出判决 判处赵德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咱们今天说一什么案子呢 2016年1月8号 吉林省伊通县马鞍镇铁卢村 一位80岁的王大爷啊 在下午呢 就被发现死在家里了 这王大爷呀 有个老伴 俩人呢 其实早就分居了 这些年呢 东屋住一个 西屋住一个 两个多月之前 老伴呢 去姑娘家住了 所以啊 这一整个冬天 基本上都是王大爷一个人住 王大爷别看年纪大了 但是啊 生活可以自理 所以每天都会到村里边溜溜答答的 他们那村子里边啊 离王大爷家不远 有个小卖部 天天呢 王大爷就到小卖部 甭管干什么吧 反正得到这溜达溜达 还聊上那么两句 八号下午的时候 小卖部的老板呢 正好看见这王大爷的孙子了 就跟他孙子说 哎 怎么这两天 没瞅见你爷爷呢 啊 怎么回事啊 毕竟啊 你爷爷年纪大了 是不是有点什么事啊 你要没事啊 赶紧去看看 孙子到了爷爷家里边一看 这才发现王大爷已经死在屋里了 因为老人年纪大了 又是一个人在这住 刚发现老人死在屋里的时候啊 家人呢 也没多想 发现这王大爷身上有伤 但是认为这应该是自己摔的 直接就把尸体给清理干净 把身上的伤啊血迹啊都擦干净了 就直接入炼了 当时啊 老人在村里边的亲人 就只有大儿子一家 所以大儿子一家人这种做法 也没人提出什么意见来 到了1月8号 发现老人死亡之后 老人的其他的孩子们 包括其他的亲属们都赶过来了 经过了一夜的时间 到了1月9号早上 其他的子女啊 就对王大爷的死提出了疑问 为什么会有疑问呢 因为发现屋里的地上有血迹 门呢也坏了 这时候才意识到不对 就赶紧报了案 警方呢 差不多是上午10点左右 接到的报案 很快就赶到现场了 可是到现场一看 死者已经入炼了 院子里边灵棚 也搭好了 尸体啊 已经到了官国里边了 按照当地的习俗 家人呢 在外边还搭着戏台子 请的演员呢 在那唱戏 这帮家属呢 相对来说啊 是人缘比较多 情况比较复杂 大家呢 意见都不一致 有的子女啊 就张罗着报案 有的子女呢 还不愿意报案 所以警方去了之后 现场乱急了 看到这种混乱的场面 警方也不知道该从哪下手了 现在摆在警方面前的最大难题是什么呀 家属对老人的死因有疑问 但是死亡现场被严重破坏了 这王大爷的尸体已经被移动了 血迹被擦干净了 屋子里的很多的物品呢 哎 也都翻的乱七八糟 现在完全被破坏 面目全非 这屋子呀 都收拾完了之后 王大爷的女儿 头天晚上 还是住在这屋子里边的呢 警方破案 尤其是破命案 案发现场是最重要的地方啊 从案发现场就能反映出来犯罪嫌疑人的很多动机 目的包括作案过程 目前来看 这案发现场已经被破坏了 要想着判断死者的死因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验尸 可是要想验尸并不容易啊 为什么呀 有子女在那阻拦 他们家主要主张验尸的都是姑娘 女儿 但是在这传统的农村啊 在当地的观念习俗里面 女儿不能做主 而儿子们呢 很多是不愿意的 让他们验尸吧 这些儿子都反对 在这种情况之下呀 警方呢 就分成了两伙 一伙做思想工作 劝这些家属呗 对吧 毕竟老人家 这死的不明不白的 得查个清楚啊 另一伙呢 就对现场来进行一个勘查 不愿意尸检的这些家属啊 也有理由 他们认为老人就是意外死亡 年岁大了 摔了一跤啊 磕到哪了呀 这都有可能 现在开关验尸 万一不能证明死者 是死于其他原因的 那么按照当地习俗 这是对死者和家属的 极其不尊敬的行为 这都不能让死者入土为安呢 而此时呢 又是临近春节的 大伙也都想着 赶紧把丧事办完了 就该张罗过年了 有的家属呢 也认为老人年纪大了 哪怕真是出了事了 咱们也别把这事啊 折腾出来了 所以家属这部分的心理情况啊 这就让警方非常的为难 开关验尸 一时就实现不了 警方现在只有针对这个 被严重破坏的现场做工作 找到线索了 就能够解除家属的疑虑 也可以推测出来 王大爷的真正死因 如果现场反映出来的情况 显示出来 王大爷是意外死亡 那么家属是很难同意 开关验尸的 可如果警方能够发现 死者有被杀的迹象 那么这部分家属 应该也是会同意的 在当地农村啊 大伙有个习俗 门把手上呢 会拴一条绳子 门框上啊 钉个钉子 平时关门之后 把这绳子挂在钉子上 那么外边呢 就打不开 警方就发现 这个绳子是完好无损的 钉子呢 也没事 也没变形 通过这些痕迹来分析 没有暴力拆除的迹象 警方还勘察了整个房子的窗户 同样是完好无损 没有暴力进入的迹象 这一切似乎都符合老人意外死亡的这个假设 可是当侦察人员走进房间之后 一个重要的物证出现了 他们家呀 是坐北朝南的三间房 就特别常见的典型的北方农村院落 分为东屋西屋 中间呢 是造房 警方在造房北侧一个角落那儿 看见有一水缸 而水缸盖子下边 有一个沾着血的拖把的啊 断掉的那拖把杆 这杆子呢 也就25厘米左右 不算长 这两端呢 就这两头啊 也不算整齐 一看不是切的 不是砍的 这应该就是暴力弄断的 这个发现 就引起了侦察人员的警觉 随后警方呢 在造房和西屋之间的 那个屋门下面 发现了一处 12毫米乘24毫米的血迹 这血迹啊 不算大 但是很显眼 因为这块血迹明显是蹭上去的 是符合拖拽形成的 如果老人是意外摔倒致死的 那么为什么会有拖拽形成的血迹呢 根据家属回忆啊 这尸体呢 是在东屋发现的 可这块血迹 是发现在西屋的房门下面 而死者被发现之后 又没有被挪动到西屋 更不对劲的是什么呀 警方在西屋的东墙面上 发现啊 有194毫米乘163毫米 各位基本上就快 20公分乘20公分 那么大一块的喷溅状的血迹了 这喷溅血迹啊 一种情况呢 是抛出的时候形成的 第二种情况呢 是打击被害人的时候 表皮破裂形成的 这种血迹 一般情况下是形成不了的 所以 这处血迹的出现 就更加难以解释 王大爷的死因了 这血迹啊 高度将近两米 老人正常摔倒 正常摔伤 形成不了 所以仅仅是通过初步现场勘察 警方就找到了这么多的疑点 两处血迹 一截拖把杆 这就说明受害人 应该是在西屋被侵害过 这时候警方就更坚定的跟家属说 这老爷子的死啊 应该是命案 在结合门上擦层的血迹来看 西屋应该是第一现场 之后呢 又被拖拽到了东屋 警方就这样 把现场的情况一一说明 按说这时候家属应该同意尸检了吧 但是呢 好些个家属还是不太同意 但这时候不同意不行了呀 这是法律啊 不是自己说了算的事了 之后警方呢 就进行了开关验尸 结果也证实了警方的推测 死者王大爷身上的外伤 是非常明显的 而且双手还有上肢 有明显的抵抗伤 王大爷不是死于意外 而是死于他杀 那么凶手会是谁呢 警方又该从何着起呢 现场遭到的破坏这么严重 所有信息化的刑侦手段 都运用不上了 给警方提供的 有价值的痕迹物证 包括现场能够给警方 反映的物证线索 都非常的少 警方当时 其实就怀疑起家属来了 到底这王大爷的亲属 有没有问题 上期节目咱们就说到了 这警方啊 已然开始怀疑起了 王大爷的家属 为什么呢 这人遇害了 身上又有那么明显的伤 为什么家属不报案 而且对警方的工作 这么不配合 这样的情况 很难不让人怀疑啊 警方确定申请立案之后 就对家属呢 一一进行排查 就认为会不会是因为赡养关系啊 老人家内部就有了矛盾 从而矛盾激发 造成了这起悲剧呢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 最终证实家属呢 都没有作案嫌疑 为什么不报案 就是因为法律意识淡薄 没考虑到这么严重 到后来啊 尽管大家都认为 很可能是他杀了 也选择了不报案 因为家属就考虑 一旦报案 后面的流程很麻烦 再有就岁数这么大了 也不年轻了 这事啊就不了了之吧 现在要想找到真凶 警方首先要做的 就是再次的细致勘察现场 找到更多线索 通过进一步的尸检 发现死者的伤啊 符合棍棒和腐垂类 打击所形成的伤口特点 所以警方推断 这伤口就是现场发现的 那拖布杆子 还有斧子造成的 也就是说这拖布杆和斧子 是作案工具 这现场发现了两个作案工具 那么嫌疑人会不会是两个人呢 后来经过对现场进行分析 这警方呢 也排除了两人作案的可能性 因为从现场的痕迹来看啊 包括嫌疑人身上的伤来看 这凶手杀害王大爷的过程之中 俩人是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撕扯过程 如果说是两名犯罪嫌疑人 对一位八十岁的老人进行加害 那么应该很快就能够把老人害死 因为现场被清洗和挪动过 所以警方通过大量的走访 反复的核实比对 基本上还原了所有物品最初的摆放位置 这对侦察员还原犯罪现场 也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在屋子里面呢 警方发现了一个沾有血迹的编织袋 这编织袋呢 原本是放在西屋的火炕上的 而堆放在屋子角落里边的衣服呢 也是家属发现尸体之后 从老人身上捡起来的 这些物证被还原之后 侦察员初步推测啊 这起案子是熟人作案 王大爷真正的死亡时间 应该是一月七号傍晚 一个王大爷认识的人 用和平方式进入他家 不知道什么原因 俩人在西屋就开始搏斗 嫌疑人用木棒多次击打王大爷 最终王大爷在炕上被制服 奄奄一息 这炕面的血泊 东侧对应的墙面上 还有喷溅血迹 西侧的编织袋上 有擦蹭的血迹 这就说明老人在西屋 已经被大伤了 在这个过程中 和犯罪分子有一个撕打僵持的过程 因为只有撕打翻滚的时候 才会造成相对应部位的 那个塑料编织袋上 出现这些擦伤的血迹 这就说明啊 老人的身体状况还可以 挺硬朗的 但再硬朗 毕竟八十了呀 同时也说明什么情况 说明犯罪嫌疑人 不是很强壮 如果他很强壮 不至于和八十岁的老人 撕扯这么长时间 根据警方来推断 王大爷在西屋经过搏斗之后 已经奄奄一息了 不知道为什么 嫌疑人把死者从西屋 一直拖拽到了东屋 在这个过程中 还把血迹留在了门上 死者右肩部外侧 所对应的那衣服啊 被拽成了一个凸起状 把右耳部遮住了 再结合 尸体衣物上的土 警方就能分析出来 受害人是被拖拽过来的 而且是单侧拖拽 也就是光拽着一个手 正常人拖拽 应该是双手拖拽 他好使力气啊 那么这犯罪嫌疑人 会不会是一只手有问题呢 被拖拽到东屋之后 犯罪嫌疑人 又用随手找到的斧子 对王大爷进行了二次打击 不光头部面部 腿部也有两处伤 但是腿部的两处伤啊 很轻 警方就怀疑 这是不是威逼伤呢 就是我稍微给你弄出点伤来 让你害怕 说出点什么来 通过还原现场 警方推测嫌疑人 应该就生活在附近 这个大致范围也圈出来了 和老人认识 身体不强壮 而且作案的目的 是屠材的可能性比较大 但是再一琢磨 这王大爷也不是有钱人呢 为什么会有人盯上他呢 这村民们就说呀 老人家经济条件 别看非常一般 但喜欢险呗 哪怕就去小卖部 买个一块钱的东西嘛 哎 就兜里仅有的那几百块钱啊 都得掏出来 让大伙看看 所以这老人呢 平时这几百块钱 总是揣到身上的 但是啊 家属清理尸体的时候 说那钱呢 没了 哎呦 为了几百块钱 就害一条人命 这知道的吗 很难理解呀 所以警方啊 就又选定了一个排查的重点 就是把那些精神啊 各方面都不太正常的 作为重点的排查对象 警方通过对现场勘查 根据残存的这些物证 还原了案发的过程 也刻画出了嫌疑人的基本特征 那么接下来的工作 就是要在人群之中 找到这个人了 就开始了大面积的排查 访问 警方认为 当时在杀害王大爷的过程之中 现场都弄得血字呼啦的啊 那么他身上肯定会沾有血迹 这时候啊 陆陆续续的 一些符合警方推断条件的嫌疑人 就出现在视线之中了 其中有一人姓张 这张某呢 一个是身上有新鲜的留下的伤痕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身体有残疾 因为年轻时候有一次意外 失去了左手 各位您还记得咱们说的吗 当时看那拖拽的痕迹 很明显是一只手 拖着王大爷走的 正常人他两只手一起用力气 这多轻松啊 对吧 那么这张某可以说处处符合警方刻画的嫌疑人特点 这张某啊 他还不会说话 再加上没上过学 也没学过雅语 虽然自己呢也比比画画的 但是跟雅语区别很大 连最亲近的家人也不能完全看明白 因为跟张某沟通很困难 警方对他的排查就一直进展不下去 就在这时候 一起摩托车盗窃案成了这起案件的转折点了 一个姓陈的村民呢 跟警方报案说摩托车被偷了 警方走访附近街面的时候呢 发现有处监控 这监控把投摩托车这人拍的是清清楚楚 上身穿着黄白相见的短袖T恤 左胳膊没有了 面部呢 拍的也特别清楚 就是张某 最后警方在张某家里 也找到了被盗车辆 还有他作案当天穿着的衣服 人赃病获了 这张某就被请进公安局了 就在对他进行例行随身检查时 发现张某左鞋子里边有443块钱 根据张某家人反映 因为张某没有收入 钱都是家人给他的 谁给他这么多钱呢 而这个钱数正好跟死者王大爷的家属反映的 说王大爷经常随身携带的那个钱款数啊 是相符合的 这张某的作案嫌疑逐渐上升 所以警方依法对张某家进行搜查 在他家的床上啊 发现了一双老北京布鞋 鞋侧面的鞋帮上 发现有三处点状血迹 经过DNA检验 这三处血迹就是王大爷的血 同时在张某平时经常穿的一件外套上 也发现了被擦洗之后依然残留的血迹 经过DNA检测 同样是王大爷的血迹 警方为了解决语言沟通上面的问题 还专门找了牙语审讯专家 到了审讯现场 在充分了解案情之后 这牙语专家呢 开始和嫌疑人张某进行正式沟通 很快这牙语专家就破译了 张某自创的这牙语 要不人家是专家呢 是吧 跟张某初步沟通之后啊 也得到了张某的信任 张某就交代了自己为了屠材 杀死王大爷的犯罪事实 这起杀人案件并不复杂 但因为张某不会说话的 这个钳制条件吧 让这起案子的侦破呢 并没有那么的容易 同时 这王大爷的家属子女 一开始不配合的态度 以及破坏现场的 这些非故意的行为吧 也给案件的侦破 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所以这起杀人案件告破之后啊 也能够给我们一些提醒 还是提示 当时假如说王大爷的家属子女 法律意识没有这么淡薄 如果及时报案了 如果没有那么严重的破坏现场 是不是犯罪嫌疑人就能够早一天被绳之以法呢 但正是因为家属的疏忽啊 差一点就让犯罪嫌疑人逍遥法外啊 再说一个小插曲吧 当时警方接到报案之后到了现场 还有的子女提出来什么呢 说我报个案 你们备个案就得了 别查了 你们一查 我们不得花钱呢 啊 还是后来警方都很无奈啊 查案子不用花钱呢 这个事儿怎么也不知道呢 除此之外 对老人关爱的这种缺失 对老人生活的这种疏忽 是不是也值得大家深思呢 王大爷一直是独居老人呢 如果他不是独居 如果有子女照顾 那么会不会又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结局呢 所以甭管说家庭也好 还是整个的大的社会环境也好 还是得对老年人多多的进行关心关爱 行了 这个案子说到这儿 更多内容 下期节目再会 let's go